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華人社區環保努力不落人後 華人組織優社再次呼籲華裔民眾 踴躍參加洛杉磯河之友 發起的社區環保活動 清潔洛杉磯河 全家動員來一場戶外環保活動 4月25日是洛杉磯河清潔日 洛杉磯各地都會相應同步 清潔洛杉磯河 已經認養並清潔 Lower Campion Creek多年的 華人組織優社 今年繼續居中協調 號召華裔民眾積極參與 這項有意義的 維護社區環境的清潔活動 事實上大家不會太累 也不會太辛苦 可是這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是 環保 環保觀念的訓練 自從我開始清這個河以後 我就對這個保麗龍 還有這些獅子金 或者是什麼都 你就會有一個conscious 你會有一個不自覺的 就是覺得說我應該要少用 我盡量不要用 因為我們撿到最多的都是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我們吃便當的那個保麗龍的盒子 還有大家喝水的保麗龍的杯子 還有就是你吃那個Potato chip的這些紙 所以呢去參加這個活動不但是一個很健康 你可以出去走 帶帶著小孩子 而且是一個觀念上的訓練 經過多年的清河活動 洛杉磯河現在的環境已經改善很多 清理出來的垃圾也在逐漸減少 清河活動雖然只有半天 但對民眾的生活卻有深遠的影響 在帕萨蒂娜呢有很多居民 當初在參加清河的時候 我們是參加帕萨蒂娜那一段的時候呢 大家發現在所有清掃起來的垃圾裡面 塑膠袋是佔最主要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那時候給當地居民就有一個感想 就是說那為什麼我們每次到shopping的時候呢 都拿了很多的塑膠袋 那是不是可以怎麼樣把它cut down 活動組織者還特別提醒參加民眾 可穿戴長袖 長褲 帽子 手套等防曬和保護措施 如需搭車的民眾可前往台灣會館集合 將由盛東同鄉會支援共乘車服務 你也可以登陸洛杉磯河之友的網站 查詢進一步詳情 搜索清河地點 行車路線 和停車場等狀況 民眾還可以使用Metro藍線到達清河地點 直接參與當天上午從9點到12點的活動